大家好,我是Stan 大家知道吗? 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会让人感到 啊?真的吗? 正常人是无法理解的那种族群的人 而前几天在韩国发生了这种事情 一位客人在外送饮料送达四小时后 打电话给店家说 这位紧张国家的通话录音 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一对夫妻经营的饮料店 在下午7点15分 透过外送平台外送了两杯饮料 然后在四小时后的11点多 饮料店接到了不满平坏融化的客人通宿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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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哇 竟然真的有这种人存在 那个笑声太惊悚了 脑袋里装的什么的话能有这种逻辑呢 点了外送睡着了是你的问题 然后外送送达的话都会发送送达短信 这应该也是你要确认的吧 外送平台要提供黑名单功能 这样才能除掉这些垃圾 真的是想尽办法想要吃霸王餐 那个笑声真的倒胃口 然后这对夫妻真的是天生一对 希望你们能白头偕老 现在做买卖的人真的都很辛苦 千万不要做这种伤天害理 令人现眼证明自己低智商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能转换心情的内容 昨天艾波抢王娘在帮球场的开球 引起了韩国论坛的热烈反应 抢王娘为了开球脱下口罩的时候 马上就引发了全场的欢呼 哇 真的是女神 然后这身材根本是美少女战士比例 真的从头到脚没有不漂亮的地方 这就是为了当艺人而出生的人吧 现在都这么漂亮 等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 会变得有多漂亮呢 我在房间里看都欢呼了 实际见到的话会怎么样呢 应该就会 或者 再或者 也计划 就是想要 i am i i am i